基辅天际又出现黑色的殉状浓烟 因为俄国飞弹再度来袭 接连传出好几次爆炸 基辅周一一早就听到好几声 爆炸巨响 而且就发生在市中心 CNN记者连线时爆炸声依旧没停 俄军在以飞弹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 连公园上方专攻行人赏景的玻璃路桥 都成为攻击目标遭飞弹击 另外包括西部城市利维夫 中部城市文尼茶跟南部奥德萨港等 多个城市都有传出爆炸声 总统泽伦斯基立刻跳出来稳定人心 周末期间 克里米亚的克赤大桥遭炸 俄罗斯立刻对乌克兰发起激烈报复 以多达75枚飞弹密集轰炸乌克兰各大城市 大肆破坏 地面前线俄军节节败退 士兵士气低落 状况非常糟糕 有乌军就在收复的村落中 发现俄军撤离前生活在猪圈当中 食物衣服都堆在沾满猪粪的地面 就连号称普清私人部队的瓦格纳佣兵 也面临装备缺乏的问题 有没有更多帽子 没有更多帽子 瓦格纳军团虽然在俄军入侵初期 协助力下多场战功 但现在也遭受严重损失 基辅方面估计 原本有5000人的强悍佣兵团 现在至少已经有1500人丧命 战力士气都受到重创 相比之下近日反攻连连告捷的乌军 尽管疲累但士气高昂 面对前线炮火 人人都带着誓死捍卫家园的决心 无军发下好雨 要捍卫自己的土地 对手用化武核武都不会让他们退缩 现在力求快速推进 在寒冬来临之前 尽可能将俄军赶出乌克兰的土地 TVBS新闻与世音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